一提到精灵,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身着绿色紧身衣,追随圣诞老人走步的矮小可爱形象。 然而现在,人们更多地将精灵描绘成勾挑先手,容貌娇好的尖尔都种族,正如托尔金在自己的奇幻作品中的经典设定。 但您可能有所不知,或者说,闲少有人会意识到,在最古老的传说中,精灵的形象与我们想象的却是截然不同的。 这些源自古老日耳曼神话的生物与人类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常常忽略了它们最原始的样貌,但这些美丽的精灵背后,是否隐藏着令人不安,甚至毛骨悚难的秘密? 精灵的真正面目究竟如何呢? 大家好,我是明诞,别忘了点赞订阅,并考虑通过超级贴纸来支持频道,非常感谢所有支持者们。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些古老的日耳曼神话生物,精灵。 它们不仅出现在北欧神话中,而且在所有现存的日耳曼语系语言里都留下了印记。 精灵这个词源自原始热尔曼语,其概念起源可以追溯到至少两千六百年前。 它源于原始印欧语的Hell Boss,这也是像Albion,阿尔比恩,即不列颠的古称,这样词语的词根。 Hell Boss在古英语中意为白色,因为当时说印欧语的人们到达不列颠岛时,首先看到的是多福尔的白色神牙,因此将该地称为白色之地。 为什么精灵会被称为白色的呢?这很有意思,根据古英语和古高德语中最早的出现,这个词似乎被用来指代基督教徒认为的邪恶精灵。 古英语医疗文本中提到一种叫做水精灵病的疾病,其中的一些描述,暗示人们认为精灵可以通过健康之鉴让人治病。 这种观念类似于古希腊关于阿波罗之宫的信仰,也与开尔特神话中被称为奥斯斯的相似生物的传说相近。 然而,更早的证据表明,精灵并非一开始就被视为邪恶的。 许多瑞尔曼名字都包含Alphie词,例如Alphiefer,精灵之矛,Alvis可能以为精灵智者,Alfred精灵的忠告,Alphreth精灵的高贵。 这些名字的使用暗示着精灵在早期可能被赋予积极的含义。 这些名字的含义清楚地表明,精灵被认为是强大且具有保护能力的生物,许多人希望与之沾染关联。 而且,在早期民间传说和许多中世纪文献中,矮人和精灵的概念几乎难以区分。 然而,最初这两种相似的生物之间似乎存在着真正的区别,这种区别逐渐消失,甚至可能早于北欧地区的基督化。 在一些名字的构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同含义的微弱线索。 矮人从其最早的概念来看,被认为是一种体型较小的生物。 相比之下,精灵似乎被视为人类大小,甚至更大。 正因如此,英语中采用了Alphreth这个词。 它最初指的是精灵的孩子,实际上是Alphreth的同源词, 但在基督教时期发展出了负面含义,用来形容那些体型庞大,笨拙愚笨的人。 因此,从起源上看,精灵实际上是体型高大的,而矮人则体型矮小。 托尔金的作品正是抓住了这种差异。 多年来,人们提出了许多关于精灵被称为白色的原因的解释。 古兵岛诗人斯卡尔德是我们了解北欧神话的重要信息来源, 他暗示精灵与光明有关。 这种观点在古诺斯语文献中也有佐证。 太阳有时被称为Alphrodo精灵圆盘或Alphbeam精灵之光, 据说光精灵居住在明亮的领域Alphheim精灵国。 这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他们古老形象的线索。 古诺斯诗歌中被精灵的最古老体积之一出现在亚下神族和精灵的短语中。 首字母押韵表明神明与精灵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 据说弗雷神就居住在精灵国领域, 弗雷被认为是瑞典国王的祖先和印德兰的始祖, 说明弗雷与精灵的关系密切。 根据记载, 他曾在乌普萨拉建造神庙, 并为这片土地带来丰收与和平。 即使他被埋葬在土丘中, 人们仍然会继续向他献祭, 以期延续这种和平丰收。 这与布莱梅德亚当的说法相符, 他认为弗雷掌管着季节, 天气与和平。 其他与这位神明相关的图像标志, 也暗示着他与太阳的紧密联系。 这一点进一步加强了精灵与光灵的关联。 弗雷和弗雷亚是孪生兄妹, 他们的名字分别以为领主和女士, 他们最初的本质可能彼此相近, 类似于阿波罗和阿尔特弥斯都与生命力突然死亡 以及可能与太阳合约的有关。 这反过来又可能与精灵之间的概念相连。 北欧神话中最著名的精灵角色便是维兰德。 他的故事似乎起源于原始热尔曼时期, 因为他的名字变体出现在许多其他热尔曼与细语言中。 一些可追溯到迁徙时期甚至更晚的文物似乎也描绘了他, 例如一枚刻有他名字的弗里斯兰金币。 维兰德的故事相当奇特残酷, 这也可能是其古老性的体现。 他是最伟大的精灵工匠, 擅长锻造黄金和其他珍贵金属。 然而, 这位最伟大的精灵工匠维兰德的故事, 却充满了黑暗与残酷。 他被瑞典国王尼瑟尔俘虏, 趁维兰德睡觉时用锁链把他绑住, 并割断其膝盖后肩, 使其无法逃脱, 类似残疾的铁匠之神被迫为人工作的传说。 被囚禁后, 维兰德设计杀死了国王的两个儿子, 用他们的头骨, 眼睛和牙齿制作了珠宝, 还与国王的女儿私通并生下一个孩子。 随后, 他巧妙地制作了翅膀, 让自己堆以飞翔。 临走前, 他向国王申告了自己的恶行, 然后消失在天际。 中世纪的一些文献, 因此将他与希腊神话中的戴达罗斯相提并问。 与维兰德类似, 基灵通常被认为拥有丰富的知识与工艺。 在诗歌《奥丁的度鸭吟唱》中, 诗歌开头用单的词语描述了不同类型生物的特征。 全副Odin创造精灵理解AlphaSkilda, 理解这个词Skilda与英语Skill技能同源, 在古诺斯语中更接近于理解和分离的意思, 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一个印欧语词, 以为切割或分开。 换句话说, 要真正理解某样事物, 就必须将其分解开来。 雷神托尔身边常伴随着西亚费, 一些学者认为他可能也是一位精灵。 值得注意的是, 传统上认为, 索尔身边陪伴的仆人Sophie和Rostov 其实原本就是精灵。 一首诗歌的结尾段落印证了这一点, 受到崇拜的猛击者与精灵杀死来自地下避难所的森林犹毒, 他们试图逃离精灵世界的闪光, 最终被溢碎的压碎者击杀。 为了方便理解, 这里逐一解释诗歌中的代词, 猛击者指的是雷神索尔, 精灵指的是陪伴索尔作战的西亚费, 森林犹毒指的是来自地下避难所的巨人, 精灵世界的闪光可能指的是太阳, 也可能指的是明亮的天空。 异碎的压碎者指的是索尔的锤子尿尔尼尔。 有趣的是, Sophie的名字似乎包含了精灵Elf的刺根, 而Rostov的名字则意味着敏捷和充满活力。 换句话说, 索尔身边原本被认为是精灵的两位助手, 他们的名字本身就暗示了这一点。 然而, 这些精灵们并非像圣诞老人那样为孩子们送礼物, 而是帮助索尔对付巨人。 索尔与精灵同伴同行这一事实, 以及诗歌中提到的巨人躲避精灵世界的闪光, 都指向了一个有趣的结论, 精灵与光明存在密切的联系。 诗歌中提到的精灵世界的闪光, 具体指的是太阳本身或是明亮的天空。 这首诗歌被记录于十世纪, 明确地将精灵与光明联系在了一起。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有些人指责散文埃达的作者斯诺里, 在谈论精灵时融入了基督教的概念。 但正如我们所见, 有关精灵与光明的诗歌可以追溯到公元十世纪, 这表明这种联系是根据于更古老的一教信仰中的。 斯诺里提到了第三重天语, Viv Blaine, 并说目前只有精灵居住在哪里。 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 处理着金色的宫殿经历, 在诸神黄昏到来之际, 善良的灵魂将在这里避难。 Viv Blaine这个名字的意思可能是广阔的蓝色, 很可能觉得是远高于云层的辽阔天空, 方位则位于南方。 需要注意的是, 斯诺里生活在公元十三世纪, 那个时期欧洲已经广泛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他可能借用了基督教的某些概念来描述北欧神话, 但诗歌等证据表明, 精灵与光明的关联在更早的一教信仰中就已经存在。 也许我们关于精灵与光明的讨论, 这里还有一些有趣的细节, 斯诺里提到的精灵宫殿被描述为比太阳还要美丽, 而太阳本身也经常被称为Rule, 可能以为精灵光环, 精灵荣耀或精灵领域。 单独使用时也可以指代太阳, 翻译成精灵之夜也说得通。 更深入的研究, Rule这个词在古英语中以为天堂或天空, 在原始热尔曼语时期所表示天堂或车轮。 它与拉丁语的Rota和古开尔特语的Rulf都表示车轮同源。 这似乎表明, 在热尔曼语系中, 天空被视为一个转动的车轮。 有趣的是, 从印欧语系祖先语言时期开始, 太阳也被视为一个车轮。 整个欧洲的青鸿器时代文物都展现出强大的太阳崇拜文化, 并伴有车轮符号。 在诗歌阿尔维斯之歌, 中巴尔维斯告诉雷神, 精灵们将太阳称为美丽的车轮。 这些细节都进一步加强了精灵与光明之间的联系。 太阳被视为车轮, 而居住在广阔蓝色Vitcoin上的精灵们, 似乎也与天空存在某种关联。 综合以上线索,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精灵与光明的关联。 追溯到原始热尔曼语时期, Rulf这个词可能原本的意思是精灵之轮。 神话中存在的名为Alphair的国度, 指的是明亮的天空, 甚至可能是太阳本身。 同时, 瑞典也存在一个名为Alphair的真实地名。 这个现实世界的地名可能源自Alph, 语得与Alpha和伊北河Albed的词根相同。 该词可能源自表示历史何长的词语, 发音接近Alph但来源略有不同。 无论其起源如何, 这里的传说都与精灵紧密相连。 这个地方有老人埃尔夫统治, 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芬娜埃尔夫, 以为柔浪的精灵。 他的妻子斯瓦安西尔德, 又名古尔菲约瑟, 以为金与毛, 是白昼的女儿。 这些细节描绘了一个与光明, 天空和精灵紧密相连的国度, 进一步佐证了精灵与光明的关联。 总结来看, 神话和地名等证据都指向了精灵与光明的密切关联。 精灵国度Alphair的存在, 瑞典现实地名Alphair可能与精灵有关。 国王老人埃尔夫的名字, 以及他与白昼之女金羽毛的婚姻。 有意思的是, 其他来源中唯一提到的太阳之女, 出现在瓦夫苏鲁特尼尔之歌里。 诗歌谈到诸神黄昏的事件时提到, 在芬里尔吞噬他之前, 阿尔弗洛杜尔将生下一个女儿, 当众神允诺之时, 这名少女将起码奔驰在母亲的轨道上。 这里描述的太阳之女实际上, 可能指的是一个新的儿子。 诗歌的意图尚不明确。 我们也可以将太阳之女和白昼, 理解为光明本身。 那么国王老人埃尔夫就成为了光明的政府。 而阿尔弗洛杜尔也带到了精灵光束, 精灵圆盘或精灵荣耀, 精灵天堂。 不仅如此, 精灵还与不死的概念紧密相连, 甚至包括神奇的不死。 羽神伊登掌管着 让众神保持青春的苹果, 而据说他自己却拥有精灵血统。 这进一步暗示了 亚萨神族与精灵之间 可能存在某种密切的联系。 既然伊登据说拥有精灵血统, 那么他自己是否也是一位精灵吗? 诗歌中将他描述为 山谷长老最小的孩子, 似乎暗示了他就是一位精灵。 然而, 国王老人埃尔夫的其他一只子女 却是矮人, 比如为雷神锻造锤子, 为奥丁锻造长老的矮人。 我们可以将矮人家族 与物理力量联系起来, 例如雷神的闪电。 而伊登所在的精灵家族 则可能代表生命和繁育的力量。 这也是弗雷神住在精灵国度 并食用来自异世界的苹果的原因。 类似的传说 在其他欧洲神话中也有出现, 例如, 凯尔特神话中的 巨族山中的神仙奥斯 就经常被描绘成 拥有永不枯竭的魔法苹果。 有人认为 这可能与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有关, 苹果被视为现底亡民的食物, 尽管它们尝起来是苦的。 虽然未经驯化时的苹果又小又苦, 但在古代仍被视作珍贵的食物, 象征着丰收。 更有趣的是, 在许多神话体系中, 神秘们似乎都需要食用某种东西, 来维持不死。 希腊神话中有仙专蜜酒和神酒, 印度教中有长生不老药 MVITA或SOMA, 中国神话中盘桃源的仙桃, 而在北欧神话中则是苹果。 甚至流传至今的谚语 一天一个苹果, 一生远离我, 也体现了人们对苹果养生功效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 还有一个相对一致的主题, 即精灵被认为会与人类女性结合并生育后代。 这或许部分解释了 为什么许多人拥有与精灵相关的名字。 我们可以推测, 大人们不想透露情人的真实身份时, 精灵的故事就成了一个方便的借口。 不过, 精灵与人类结合生子的可能性, 在当时的神话体系中是被认可的。 除了与光明和不死相关联之外, 精灵在传说中还带有一些神秘的色彩。 一方面, 精灵被认为拥有极高的容貌和魅力。 在故事中, 他们可能会与人类结合并产生后代。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人拥有与精灵相关的名字。 另一方面, 精灵也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 北欧神话和凯尔特神话中都存在着精灵会引诱人类的传说, 比如爱尔莱神话中的居住山中的神仙奥斯。 到了中世纪, 这种观念在欧洲进一步流传, 甚至与基督教恶魔的概念结合起来。